首先我想分享两个 其实很多人对于毛肤产品的迷思 第一个是很多人会问我 Carole,其实你皮肤这么好 他擦什么都可以 我想分享的是 其实我以前都试过用那些品牌 国际品牌专柜的产品 我都试过用完之后 大概半年时间来 皮肤变成出油油性的 我都试过敷了那些很出名的面膜 但是敷完之后 10分钟就不太长时间 但是皮肤已经开始红 肿、敏感 搞到整个星期 它才消肿、退红才不痕 所以不是说皮肤好 你用什么都可以 很细心选择适合的肤肤成分 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迷思就是 很多人会问我 其实你皮肤已经很白症了 你不需要没法 我其实想分享的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 你很喜欢去运动 特别是夏天 你很喜欢去晒太阳 类似这样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是很喜欢去做运动 我喜欢晒太阳的人 如果你看到我的分享 你看一下 大概两至三个星期的时间 其实我去海边已经去了两次了 但是这套成套产品用完之后 你可以看到左边这张照片 它不单单只能帮助我 好像皮肤更均匀了 可不可以 接着右手边这里 你可以看到 即时是两次海边的晒太阳 这样的过程 它依然可以帮助我 有少少的适合你 是反而慢慢的淡了 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如果想要皮肤很静白 首先你 Cela Viva有日间的lotion 或者日间的cream 很紧要先防晒了 接着你回家 你每一天护肤产品的过程 是一样都不可以使用的 要很努力的 你的皮肤 不论你怎样晒 你只要防晒了 接着这个护肤产品的程序 做得很好 你一样可以发得翻 所以你很强力推介 这个Cela Viva 成套包括这个美白的产品